这看完日本人拍的这西游记啊 杨洁导演这火一下子上来了 这不遭进我们古典文化的吗 所以杨洁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拍一部终于原著的西游记 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 自己面临的困难 不亚于唐僧西天取经吗 首先来说西游记 那可不是一般的题材 这里边的人物太多了 就光说师徒四人 这就太难找了 这个第一主角孙悟空 就让杨洁反难了 孙悟空是从这个石头里蹦出来的 神猴啊 举止啊 神态啊 那得兼具人性 猴性和神性都得有 尽管说传统的戏曲和动画形象里边 孙悟空这形象 已经是有了一个成功的演绎了 但是在真人实景的拍摄的这个电视剧里边 这样的角色那就得更要神情兼备 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当年呢 杨洁导演在挑孙悟空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压根没考虑这个六小灵童 他最开始想找谁呢 六小灵童的父亲 出身猴系世家的南派猴王六灵童张宗毅 大伙看看啊 这就是张宗毅在电影《孙悟空三大白骨精》里边 饰演的这个孙悟空 可以说那是活灵活剑 非常生动 非常生动 这就是张宗毅在电影《孙悟空三大白骨精》里边 我也不让 操 操 tablet 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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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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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杨洁导演心里就想 孙悟空就他了 可是当杨洁见到张宗毅本人的时候 一下就犹豫了 怎么的呢 大伙琢磨琢磨 这个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是六十年代的电影 但是杨洁找到张宗毅的时候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张宗毅那时候都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哪还能演动啊 没办法啊 杨洁就跟张宗毅说 说您给推荐推荐人 是吧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当时这张老爷子就极力推荐的 就是咱们后来在电视上看到的 他这个小儿子 六小灵童张金来